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项新聞》 我是喜欢四方去 四方去带一些有趣的事物给大家的Jessy 最近我的朋友经常说 好像最近的淹气一样 闷闷闷 他们和我说 說現在八號波收了波之後 就要馬上回公司工作 可想而知現在的打工仔有多麼慘 我們好像說到現在很慘 但可能還有其他地方都會很慘 我們先看看片段吧 嘩嘩嘩這個不是冰桶測試來的 是真的被人冰水照頭淋下來 但這些員工就說他們是自願的 他們不斷地冰水淋下來 還要跟他們說老闆對不起 他們說什麼呢 就說番眾對不起 而員工說這些是他們自願的 那你又信不信呢 這條片放在網上之後 就很多人瘋喘 每個都說這個老闆說好刻薄啊 那些員工很慘啊 那令到他們沒有面之餘 亦都令到他們的自尊心 都非常之受損的 那我自己覺得 雖然香港暫時很幸運 沒有這些新聞 但是現在每天都三十幾度 雖然他們被冰水照頭淋 但是如果一個不幸運 他們可能有機會攝影 或者那些員工在過幾天的時候 被冰水淋了 有些什麼被冰水淋了 不舒服啊 其實大家都不想有這些事情發生 那我覺得有另一個方法 那可以老闆都去參考一下 那你們也可以想想一些獎賞 去代替懲罰 那可以令到員工 各位員工可以更多士氣 可以令到整件事 他們的工作更加做好些 那就可以達到swinwin雙贏的局面 對嗎 我們再看看台灣的新聞 我亦都發現 台灣亦都有一些很慘慘珠的新聞 我們先看看這張照片 你這樣眨眼看下去 就好像一張很普通的相片 以為在台北一間夜店 他們在搞一些功能 搞一些制服誘惑的相片 但是你們再看真點 2 2 2 1 2 3 為甚麼好像發現 第三位女生的肚子好像有少少不同 你們是不是以為一個大肚腩 以為她食製了 以為她吃了很多東西 所以有個大肚腩疊了出來 其實不是 他們封傳這張照片的時候 懷疑那個女生 當時有了BB 可能大概都是四五個月左右 但為甚麼一個有BB的女生 會在一個夜店上 還要上班 還要進行一個陪酒的工作呢 這張照片鋪了出來之後 很多網民都討論 可能她有很多不同的苦衷 有些人都覺得她很慘 為甚麼帶著肚子就要陪酒 我看到這裏 其實我自己都會很深呼 因為我自己都有很多帶肚子的朋友 雖然她們沒有去喝酒 各方面的事情 但我們見到這位女生 可能是一些自己的苦衷 令到她要進行這份工作 都進行要喝酒陪客人等等 但我們都很希望她可以 解決她自己本身的所有困難 希望她多些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令到她健康快樂地成長 在還應的期間 我都呼籲這麼多位媽媽 那些可能儘量少喝酒 剛剛分享完兩宗serious的新聞之後 Jesse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較有趣的新聞 最近也有很多人結婚 即使現在好像是八、九月的時份 雖然沒有年尾年頭那麼旺盛 但我最近也收到很多朋友的紅色炸彈 不過對於我自己來說 也是一件開心事 我都很希望可以祝福我們的朋友 各位結婚的親朋友 各位結婚的親朋友 都可以得到他們圓滿的婚禮 但話說在英國就有一對結婚的新人 新郎的伴郎 都叫做好兄弟 因為作為伴郎 反而在她結婚當日 就找了一個英國知名的 色情網站的女演員 去幫她拍了一條片 你知道這條片說甚麼嗎 好 去一去片看看 嘩 很開心 在這條片上 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在大笑 其實這條片說甚麼呢 就是色情演員 就是不斷錄了一條片 就是祝福那對新人 讚過新郎 說她很耐性 不被引誘 對新娘子非常之好 很忠誠等等 還有一些很搞笑的片段 就說在地圖上 很多地方都點了一點點 紅點 那些紅點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男子 即是新郎 原來去了不同的地方 上過這些色情網站 去取笑她 但你以為她們會成個婚禮 都好像被伴郎搞窩了 但其實一點都不是 我們聽到一些笑聲 所有新人 他們新娘的朋友 他們全部都笑得很開心 可想而知 這個伴郎 其實是做了一件好笑的事 是令到整個婚宴都很開心地進行了 如果給了我 我老公的伴郎 或者他的好兄弟 他最後請了一班 類似色情網站的演員 去播這些片 我會怎樣呢 我相信我會笑得最開心的那個 我也很希望 如果真的結婚那天 那些兄弟會跟我說 讓我有些心理準備 因為我都打算做一些事情 回饋給他們 我會請一班 很英俊 很健碩的舞男 去為我的婚禮作為伴母 如果他們玩我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件事 還回我新娘的歌 對嗎 在星期三打風那天 我很多朋友都在Facebook 發了一張照片 說他們在吃麥記 看外面的窗景 其實都在看浪 風 雨 整個畫面非常之有思議 話說麥記 最近出了一個功能 可以自助落單 如果你去到就不需要排隊 直接去電腦 按按按按想吃什麽餐 要喝什麽可樂 跟薯條 還是跟粟米 你都可以自助 一次過完成 拍卡、八達通、貨幣等 就可以買到這個餐 在英國有一個少女很想試試新出的功能 她發現有一個功能叫做全酒 什麼叫全酒呢 就可以說酒裏面的芝士、生菜、番茄、酒醬、酒肉等 她覺得挺有趣 不如試試按全酒 誰知道到最後她給了英鎊0.99去買這個包的時候 到最後她打電話號碼 拿這個餐的時候發現 為何她只收到一個紙袋呢 她心想當時其實她很餓 她打算買這個包去醫餓的時候 但她收到的非常有趣就是紙袋 她看到紙袋其實十分無奈 因為錢她已經給了 但包什麼都沒有 因為她貪玩就按了全酒這個功能 其實我自己也試過玩這個 物技的自作按按按按的 當然我沒有說要按全酒 我很希望是多醬、多生菜、多番茄 最好是多塊牛扒 我會被她貪心的 希望物技都可以出你的功能 令到我這些這麼貪吃的人士 什麼都多 但價錢我只會給一個 就是0.99 其實我自己也有玩IG、Facebook等等 我經常會親吵捉一些小朋友 ibic,以及一些動物 或者擁抱牠們拍照 然後做到IG、Facebook來記得按按按 dile 如果要來做按按按按 我們都會知道 小朋友的相片或者一些動物的相片 都會唯有他福利���атьсяso.com 接下來我們加入了英國的 eggplant 電視台的報道,邀請了一個媽媽和她們的子女 一個哥哥和妹妹上了她們的節目 去探討牛奶,令到小朋友致敏的原因 話說媽媽帶了兩位小朋友上去 本身整個節目都好像很溫馨,很家庭 哥哥也會很乖,乖乖地坐在那裡 跟媽媽探討,原來喝牛奶會怎樣 但小朋友,一個女的寶寶似乎坐不定 因為她被哥哥小幾歲,周圍地走,周圍地爬 連媽媽都捉不住她,節目主持也沒辦法 唯有喝得她周圍走,周圍走 她不帶劫,不影響到節目,就可以了 但小朋友非常有趣,她隨著到處走 就會爬上桌子,節目主持爬上桌子 或者走到鏡頭,周圍搞,周圍玩些東西 又會爬上媽媽,樓舖,搞哥哥 有時哥哥都會被他分散了注意力 但都很好,哥哥會馬上回到節目 去繼續令到節目順利地進行,完成 雖然大家都正在做這個節目主持 但是,我小朋友呢? 小朋友呢? 我也很希望我可以抱著小朋友 和你們可以說露餡新聞 節目又差不多了 很希望下星期五再和你們分享露餡新聞 謝謝 謝謝